批判起讲解是学习控盘 2022年的象甲第五轮 红方过中击 黑方是身旁 开局是中炮对平风马 黑方先进气足 然后再进三足 直接走上两头蛇 这样就可以避免红方很多激烈变化 那么红方上边马 黑方也就上马 红方平炮 黑方如果进炮打狙 把对方逼退再对狙 将来换掉之后 红方左居开出再巡河 那么这度变化 发展下去 始终是红方就有先手 双方的局面比较平稳 所以黑方的临场 决定考验一下小将 走的是跑八推一 那你出狙 我这边正常是狙一平 但现在他走狙一进 就是配合这个炮 鸳鸯炮过来威胁对方 红方正常也就不可狙 面对黑方这种骗术 红方也是不怕 他先吃你一个 如果你这时候踩我狙 我就平狙一样 那你不舒服 所以到这儿就有打 如果这个时候 红方贪心吃相的话 黑方可以回窝心马 一踩驱就把鞠控住了 所以这个骑 它以退为进 充分的利用 黑方右鞠的位置比较差 那么如果你退鞠的话 那么红方有冲骑兵 威胁你三路线的可能性 如果你要炮二瓶 自然想贪吃相 红方直接就气 这个骑往下发展的话 你现在甩炮根本来不及 因为他鞠可以快趁你炮 还可以回马 踩你底炮 所以将来这个兵对马的压制太大了 那这个骑就很厉害 所以黑方这个鞠啊 肩负着保马的重任 他不能离开 现在黑方就先上马 红方也就冲三兵 灵活呢 调整作战计划 现在你正常飞向的话 浸泡一串 以下就打懵了 所以这儿只能退一步 找几位品炮打军进行反击 那么黑方的七路线啊 马上就要加后了 红方在这儿已经纠缠不下去了 所以甩过来 准备呢炮打式 骗对方捕式 一旦你一捕式的话 这个结局又是炮过不去了 将来你的七路线还是有问题 而且的话你居现在 还有看马 位置不要尴尬 但是到这儿 黑方强行就拼过来 给你吃 你要敢打我 我就吃你一个马 所以对方也不敢说是冒险 弃子攻杀 所以就飞个巷 找机会是要上 那这儿他其实就在骗你啊 看你要不要吃 如果你不吃就上马 如果你吃的话 他这个炮移行宽位 就要打向攻击你的七路线 你一旦一飞向 举过来再抓马 马也走着 冲炮就发出来了 所以天地炮呀 那这起啊 黑方不敢阴火烧身 他走的是进足 这招骑啊 看你怎么走吧 对方到这儿 正常如果吃马 那可能这马就踢进去了 将来换掉之后过个足 所以到这里的话 红方也就吃啊 求吻 黑方的话就拘一平私 把巨罩出来 红方呢不做事 避免将来这边啊 有这个闷弓的可能性啊 然后呢 这里啊 黑方选择飞向 红方就马三金四只管上 黑方呢 赶紧出来把巨换掉 这儿红方这起就开始抢中足 很明显这个起啊 红方比较有力 如果你吃他打一将 就舒服了 黑方就不愿意啊 上 那这样的话 这个起啊 红方随时可以过起兵 但是不要着急 因为你直接过 人家冰冰踩了 所以红方不妨 走一个冰酒精英再过 他的音场直接过 降下来的话 这个兵就被吃掉了 吃完以后 红方选择是回马 到这儿这个起 他担心对方踩中兵啊 所以这个起走的就手软 那这个起啊 关键是你中兵还不能动 一动上去踩中兵踩相啊 这就厉害了 所以红方现在这个起 可以以攻带手 拱对方的炮 如果你吃我马 我打一将 连强你两个足 你吃个中兵也没关系 这儿就看黑方怎么走 黑方如果进炮的话 红方可以能冲边兵 你要敢吃的话 这儿一踩炮还可以踩马 红方先手再握 黑方虽然可以退回 但是这里一蹬的话 这个起啊 你就是放中炮给你换掉 你就没起了 就马上来就 将来啊 四字围成 红方比较积极一点 那么出了这个招法 可能会直接退回 退回的话 他可以回马 将来这边呢 踩着足 还可以挂脚 那对于这样的起的话 如果你强行吃这个中兵啊 将来他这里有一部浸泡 点到你下而现 非常不舒服 对于这样的起 你就要补试 赶快把他赶走 一个是补左试 一个是补右试 那么如果补右试的话 对方就打一将 出来之后呢 这儿有一部上马 打马给你换 那现在破你个像 再对调你一个子的话 很明显这四个子 比刚才更厉害 你正常肯定不愿意啊 退回桌的 他这样抛一甩 给你吃你不敢吃 陈亚军杀你 那么将来这度起 往下发展的话 也是红方斩忧了 所以呢 这度起啊 很可能感觉要补左试 补左试的意思就是 不让你走闷弓棋啊 那么这个棋 红方同样是打一将 黑方你这个棋戳的话 人家可以呢 吃你一个冰 不管你 你优子人肯定要吃呀 跳马一将上来 然后回马打着马 等你去踩炮的时候 这炮直接甩一将啊 这边你就下 他又可以踩炮 又可以打马 所以这度起发展下去啊 也是红方大将优势 那么到这儿以后呢 你不不是 这个马就动不了 一不是啊 这棋就亏了 在这儿看着人家打相 你还没办法 很明显这个棋啊 红方就占优了 可见红方这个冲兵啊 这个一攻带手 非常积极 实战他走的时回马 这样就消极了 黑方呢顺势就平炮过来 准备了三子归边 组织攻势 那么红方赶紧去抵挡 这样的话 黑方就跑去平 把中兵要吃掉 红方也是束手无策 看着中兵要丢 无可奈何 这儿黑方打一将 红方又把炮 平过来牵住 想上马 继续利用人家 黑方一捕势 红方一蹬 黑方这个棋就上马 背着马腿 红方到这里的话 这个局面啊 也是比较痛苦 到这儿的话 九攻不下 正常应该是挺兵 继续纠缠吧 实战他就想 急于得子 这边又要踩对方的马 马也走还要吃炮 结果这个棋走完之后呀 就忽略了黑方的手段 马也行 此兆一出踩炮叫杀 所以你吃马也不要了 红方一看着架势赶快进一步 继续贯彻欺负对方 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马自尽救 直接一招啊 上马 对方瞬间蒙拳了 这个窝草马太狠了 出不去 有马 打还不敢打 回马也在马后炮 吃炮的话也是杀棋 所以瞬间形成绝杀了 对方赶紧推炮结尾 红方就送给他吃 这棋真够厉害的 那么你不吃都不行 出不去呀 吃完之后就是马后炮 随对方一时贪心啊 结果酿成大祸 到这里生猛获胜 这棋真够厉害的